全国政协常委 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 中国佛协西藏峰会会长 班禅·厄尔德尼确及捷步 近日先后来到拉萨的桑普寺 热堆寺吉鲁巴寺 带领僧众诵经 祈祷国泰民安五谷丰登 8月4号 班禅一行来到位于堆龙德庆区的桑普寺 该寺庙创始于1073年 鼎盛时曾汇集两万多僧侣再次学习 是藏传佛教的学术中心 也是英明学及汴京的源头之地 班禅下车后 由寺庙僧人向其敬献哈达 在手持法罗 荆棋等仪仗队引领下 班禅步入主殿 依次朝拜护法神殿 觉悟拉康 杜姆殿 尊师殿等 朝拜活动结束后 他坐上热买拉康宝座 寺庙僧人敬献曼扎 班禅先后为僧人摸顶 及带领僧众诵经起寿 8月5号 班禅抵达取水县热堆寺 该寺庙建于三十几 是前藏地区六大寺院之一 一年一度的江贡曲 是西藏最大的藏传佛教汴京法会 在手持黄伞法号的僧众迎接下 班禅一行依次朝拜九旦康村 强八林康村 娘惹康村等 并为正在修建中的寺庙大殿开光加持 在高僧引导下 班禅走上汴京场宝座 在场僧众集体诵经 寺庙境线曼扎 他向僧众摸顶 传授菩提道具论 8月9号上午 班禅开展在拉萨地区的最后一项佛事活动 前往尼木县汝巴湖畔的汝巴寺 这座寺庙始建于藏王松藏干部时期 距今已有1300年历史 寺内主供释迦牟尼佛 并供奉一尊强八佛八岁等身金像 步入寺院后 班禅先后朝拜甘筑尔拉康 文物珍宝殿 三世佛殿 布顿拉康殿等 随后走上杜康殿宝座 殿内僧人集体诵经 班禅为僧众摸顶后 传授兜率天上师瑜伽修法 礼佛活动结束后 班禅一行来到汝巴湖畔的帐篷处 观覽景色 此外 8月6号 班禅在拉萨主持召开 中国佛协西藏分会 第十一届理事会 第四次会长会议 他在发言时表示 西藏分会充分发挥 佛教协会桥梁纽带作用 团结带领全区藏传佛教界人士 寺庙僧尼 坚持藏传佛教中国化方向 教育引导信众 理性对待宗教 积极推动藏传佛教 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为完成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各项任务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奋力开创新时代西藏长族发展 和长治久安的新局面 做出了积极贡献 8月9号下午 班禅一行 抵达拉萨尼木县的藏乡制作云区 尼木藏乡被称作 雪域第一盛乡 因制作历史悠久 工序严苛 配方逆致 而广受市场青睐 在了解藏乡产业发展和农牧民增收情况后 班禅专门走入藏乡制作专业户家中 并与户主亲切交流 8月10号上午 他乘车前往西藏民算科技公司 这是一家坚持聚焦数据发展战略 推动可再生能源持续使用 运营全球最高海拔数据中心的内地资本能营企业 班禅对这家企业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他好奇 这样的高科技企业为何愿意落脚高原 之所以把企业扎根于此 看重的是这里的绿色能源和优异的空气质量 能让企业的能耗比降到最低 您算董事长蒋宁回答道 随后 企业负责人带领班禅一行 观看了人工智能无人驾驶汽车的操作 班禅尤其关注 班禅表示 这方面的技术一定会一直往前发展 谁也阻挡不了 我们不做 其他国家也会做 使有我们先占领的技术高地 对于未来才有更多的话语权 主动权 从传统工艺到现代科技 班禅在拉萨的社会活动行程 由侧面反映出雪鱼高原 近年二者兼顾的发展路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몰�ишight 年轻ви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